我小时候特喜欢剃足球,冰棒球,后来发现自己可能打台球更具有天赋吧。 我小时候的目标就是想成为丁晶辉那样的人,就是喜欢那种感觉。 丁晶辉2005年,那时的中国观赛冠军,那天晚上是我的生日, 当时就一直想象以后我要是走到冠军领奖台上会是什么感觉。 我感觉职业就是靠球肝能让自己吃好,过好,包括受到别人的尊重啊,靠肝能让养活自己就感觉算是职业。 我叫白鱼鹿,今年11岁,男孩跟女孩没什么不一样的,男孩做到女孩也做到。 小时候看丁晶辉嘛,是个刻骨的世界冠军嘛,最想跟丁晶辉先打一场。 我感觉就是跟丁晶辉先打,就自己能学到东西。 我爸以前跟我说过,我要靠这吃饭干啥的。 所以我就念他了,就下定决心就喜欢他就练吧。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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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非常的熟悉 他就是来自一星的世界冠军 丁俊辉 他从2002年的时候 拿了亚运会的冠军 从那个时候 所有台球的人都记得第一回 因为第一回是第一个 在台球大赛当中 为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江苏宜兴 丁俊辉的家乡 在这里每年都要举办一战亚洲球员巡回赛 亚洲球员巡回赛是世界球员巡回赛的分区赛 也是重要的职业排名赛之一 每年有三到四战比赛 高额的奖金和积分 两轮比赛 第三轮他要面对的是世界名将 滨汉姆 滨汉姆2014年最高临时排名世界第四 面对这个年龄 技术经验 都要高于自己的职业球手 严炳桃却达出了令人惊叹的表现 以4比0的比分淘汰对手 进入到16强 这也创造了他在职业赛事中的最好成绩 这也算是职业赛吧 前16那些人都已经是职业 肯定是在职业排名比较高的了 都是很有能力的人 一个14岁的孩子能在这个里面 拿到这个成绩 这已经算是非常好的成绩了 那不能说只要他一下就拿冠军那个 他现在经验还是不够的 因为当时他这个年龄在全国青少年龄 也属于顶尖级的选手 因为他今年才14岁 在16进8的比赛中 严炳桃止步16强 得到了相应的国内积分和奖金 本来是一万扣20%的个人所得税 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 还要扣出两千 虽说奖金并不十分丰厚 但是对于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庭来说 却是一笔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 严炳桃 纪念十四岁 山东资博人 专业求零五年 父亲严冬曾经是一家制药厂的职工 七年前 严炳桃被街边的几张台球桌吸引 从此一发而不可受 为了学球 父亲严冬辞去稳定的工作 带着儿子离开家乡资博 各处拜访民事 北京 广州 深圳 天津 都留下了父子俩的足迹 2014年初 严炳桃凭借在中国青少年系列赛中的优异表现 被召入国家集训队 在北京世界斯诺克学院集训 通过外卡参加一系列的国际大型赛事 为了让孩子更好的学球 父亲全身心地陪伴在儿子身边 照顾生活起居 监督训练 他们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个人负担 一年近十万的生活费和学球费用 让这个家庭备感压力 也让父亲对孩子更加严厉 你看明天有秋季 你前面看你的身体都不会做 思想都已经抓变了 有的时候我在着急的时候 看到孩子不听话了 对孩子有大妈的心理 确实也有过 比如我这种假情情况下的学斯诺克 包括警惕的压力 打人可能小的比较多一点 和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 斯诺克做了一项非奥运项目 家庭培养还是目前的主要形式 而经济问题是困扰这些家庭的主要因素 由于很难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再加上严炳涛 还不是斯诺克学院的正式学院 这对父子接下来面临的问题 是去哪里继续学球 严东决定先回老家资博 参加山东省的比赛 在考虑今后的去向 而严炳涛更想继续留在北京训练 在斯诺克学院固定住了以后 比较好 自己也能安心地练球 我爸是没怎么跟我 太过多地商量 比如说你感觉这个教练 教得怎么样 或者是这个地方 练球环境怎么样 不然都是我爸拿主意 假如我爸感觉不行 我就说了再行 也不会让我再热 但原来说他说什么 我找觉着不对 就是说不合我思路的时候 我就跟他对着干 对着干嘛 然后他老急 然后先开始先骂我 先严厉地骂我 说你怎么怎么弄 我还是不听 我还是按照我一方法去做 结果最后急了动手了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跑 但我爸原来是踢足球 他踢前锋的 跑得特别快 我根本就是 台子就这样 我绕过去 他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 到时候还是别逮我 然后 然后就 就看啥子呢 人家三个人 2012年 12岁的严炳涛 获得了山东省 斯诺克台球比赛的冠军 这一次是他的未免之战 而举办地恰好在他的家乡 虽然说现在成绩不错 状态挺好 你再可能当个比赛 哪里行 别怪看着太重了 是吧 太重了压力大 龚洪志 当地台球房的老板 严炳涛叫他龚叔 在一次比赛中 龚洪志注意到了 严炳涛的天赋 在严炳涛负责 无力外出学球的时候 他提供了练球的场地 和一些经济资助 也成为了最早 资助严炳涛学球的人之一 2008年 在我们这个 自博室联赛 在8岁的时候 个人也不高 我一看这小孩 包括这个打球啊 这个陈永静 我看这小孩 我感觉这不错 一个好的印象 一开始没想到 他这么困难 没想到 他爸原来在 那个新华制药厂上班 正式职工 他爸就疑狠心 就辞职 后来啊 跟他爸打电话 我说你那个 有困难了 你说你说话 是吧 我这本人就支持你 他爸一开始 也没说也 没好意思啥都 后来从哪儿回来 以后北京 北京从张凯 张凯老师回来以后啊 就没去 我咋不出去呢 他说那个 这个经济不行 经济不行 我经济不行 我咋支持你 九岁那年 严炳桃辍学到北京学球 从那时起 家里的经济重担 都压在了母亲身上 为了赚钱 母亲卖过保险 做过远程教育 每年东拼西凑的十万元 全都用在了孩子身上 至今这个家庭 还有十几万的债务 需要偿还 然而最初 学球的这个决定 却是母亲做出的 我上朋友那一看 我都感觉到 去世间太晚了 赶不上人家了 你看人家 多年喜欢在那儿 喜欢的 你看人家打得多好啊 我就觉得孩子 拉到一大步间 去回来 说实话 我从心里 我都已经决定了 去 一家人就这样 踏上了学球之路 然而其中的艰辛 是他们想象不到的 竟靠母亲 一个人的经济来源 远远难以支撑 孩子每年 学球的花销 钱 成了严炳套 学球的最大障碍 母亲苦苦地 支撑了这个家 而在远方的父子俩 也在努力地 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我们所额 一百六十块钱 就是什么 也就六七个平方了 冬天的时候 可以说一把水放在那里 喝到五个人就成病了 一般这些小草 但是莫展员挺可怜的 因为我睡腰的时候 都会卡得太厚了一会儿 没有拿钱 因为我去了 我去了之后 租那个房子 也是那塞的 水泥的 那壁的 拉出去 湿的 也超呼呼的 太吵 就是湿的 我望到那一面 就在看到我 因为她没放弃 我作为一个大人 我不可能再放弃 所以我就在后面 一定要支持她 经过几年的努力 严炳桃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绩 而就在这时 母亲的身体却出了状况 这不她上把家走 我这出来接她 我一看见她 那时候我就 叫她怎么变成这样的这人 她以前她是也长得很富 太胖对对的一个人 我去家那时候 真是叫风一挂 就倒那种感觉 走路 很瘦很瘦的 我说你那个病 怎么会导致你瘦了呢 她说不是姐姐 我又得了其他的病了 我一家会觉得吃上癌 我吃了癌就是死亡 在我的印象中 别是癌的病全是死亡 老师我一吃了癌 我确实就 所以想和什么 有感觉什么 好像其他人是和黑的一样 从2013年开始 严炳桃获得了 一系列国际大型赛事的 外卡资格 就在一家人 刚刚看到希望的时候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这一家人 再次陷入困境 就看着他一家人 他心里挺不睡滋味的 就感觉他就太难了 就是男上家难了那时候 严格当时下着都不敢回来 我们也就打电话 回来不行 你不能躲 去年我发现这孩子 就真的就已经挺懂事的 打一场比赛回来之后 我就跟他聊天 谈心 问他 有什么想法吗 他说我这次 要给我妈妈 挣些营养费 一个13岁的孩子 说出这样的话 我都替他妈妈感到 真的很高兴 在这一家人 最困难的时候 朋友们伸出了援手 凑出了母亲手术的肺 如今严柄桃妈妈的身体 恢复得很好 继续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而现在摆在父子俩面前的问题 就是今后何去何从 想在目前的状况 你想说说你呢 你想哪里上哪里去 你想说以后的 打开球的进步情况 最好 他感觉是学生还行吗 哪里去 是不是经历了 假如我按你的小孩 那少所有科学院 你是在海面那种很多问题 你去的时候怎么去 我们是什么 你什么要给保持 严东考虑更多的 还是经济问题 在北京练球生活的花费 会高出很多 虽然斯诺克学院 对严炳涛这样的选手 在学费上会有减免的政策 但他还是盘算着 目前家里的钱 能在北京支撑多久 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支付 我的行不行 行不行 每年严炳涛要参加大小比赛 十几个 除了增长比赛经验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比赛 获得一定的奖金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已经开始承担家庭的责任 一段时间内 这种压力也影响到了 他的比赛成绩 但也让一个孩子 慢慢地成长起来 其实我真正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分心了 所以说但我现在呢 我就不去考虑那些问题 赢真高兴的是我自己 奖金真正拥有的也是我自己 出了比赛难受的也是仅自己 奖金没有了也是你自己在这单的 反正感觉纯粹就打球 为了自己打 不想给自己制造太大的压力 有压力就不是在打球了 经过沟通 世界斯诺克学院 同意免掉严炳涛的学费 继续在学院训练 朋友们决定送他们去北京 以减少北上的路费 14岁的严炳涛和父亲 再次踏上了离家学球之路 2013年 世界职业斯诺克协会 和中国台球协会联合社会资源 共同开办了世界斯诺克学院 在这里 一群孩子正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着 他们来自中国各地经历迥异 但都有着同样的梦想 成为职业斯诺克球员 大家就知道 台球从街边向尾 走向一个高雅的殿堂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有现出了丁子辉 和等等一些优秀的选手 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首先台球选手 他在基层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环境 这些选手当他走向了职业 以后他有很多东西去制约他 既然这项运动已经 职业化发展成的那么高了 我们中国作为一个 推动斯诺克运动的一个大国 我们有义务也有能力 培养一批个人的涵养 个人的学习能力 都比较好的一个团队吧 2013年 赵新彤进入斯诺克学院学习 使这群孩子中的佼佼者 离职业梦想只一步之遥 赵新彤是我最喜欢的 也是我最看好的一个运动员 这个小孩人品没问题 你谁跟他说话也特别能够接受 对事物对人都特别端正 这种小孩难得的 求也打得好 赵新彤还确实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感觉他有这个潜质 你感觉他以后做得要好的话 他是能够达到顶尖 赵新彤的家远在深圳 和很多南下诸询梦想的人一样 十几年前父亲赵小伟 从西安到深圳发展 如今已经是一家医院的副院长 母亲是这家医院的护士 和中国很多独生子女家长一样 他们望子成龙 但他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游戏是孩子的天性 家里楼下的台球桌开启了赵新彤的梦想 之后父母发现了孩子的天赋 更发现了孩子快乐的根源 而快乐也成了这个家庭 支撑赵新彤走下去的理由 我们疼孩子 怎么爱孩子就是要孩子快乐 以后的人生要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如果要他设计他远大的理想 我们当时真的没有 我们实际上注意到了他的一些爱好 这样慢慢慢慢打 感觉了我们也觉得他有这个希望 为了让赵新彤专心练球 家里的房间也改造成了球房 父母利用一切条件 为孩子提供最好的学球环境 在学球还是上学的问题上 父母也曾犹豫不决 但赵新彤的一句话 坚定了他们的决心 我们说那我问你 你读完大学回来 就选什么职业啊 我就跟他讲 他说打球 很坚定的就说 不用思考的就说打球 我就想 你以后读完大学还打球 我不由心才给你打 从那天问完之后 我就不考虑其他人说话了 其他人跟我说 我都说尊重儿子 我要儿子兴趣做什么 我就给他做什么 如今儿子独自在外漂泊 母亲只能通过网络 获取一些儿子的信息 见证他每一次的成长 为了他的快乐 要让他走 但是这些呢 自己都没有 进步到一个母亲在身边 关心他 这种责任在里面 但是为了他 实现那个理想 我做到了 就是有些欠他的 但是看到他 为了这个自己的理想 去追求 他老爸说 这个算什么 然后这样说 不是吧 在这种根本里 你还是有什么 在这个主 Lang 要以后 有什么 这种 虽然 我 相信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